台湾局或最快下周宣布设立首个素摊机构 运作如香港廉政公署 台中市长参选人胡志强与苏嘉全首度同台 谈笑风声暗中较劲 抱过苏嘉全 太抱一句了 我现在已经抱他的太太 苏贞昌帮爱妻为送给妻子60岁生日的礼物 传台素集团创办人王永庆的长子王文阳 欲投10亿元新台币 未选2012台湾地区领导人铺路 所以他大概说有说他想买几个电视台 没有谈到这么细的情节 但是有这个构想 电影猛侠DVD台湾上市原版人马在同台宣传 详细内容稍后送上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我是艾克卓 在福州向大家问好 节目开始 我们首先来关注台湾司法官集体收贿案的后续发展 台高等法院爆发法官集体收贿案 外界纠责声不断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司法机构负责人赖英赵 在日前已经向马英九口头请辞 赖英赵发出声明 表示台高院院长黄水通已经向他提出了辞呈 但是责任不应该由黄水通扛下 自己才应该负起政治责任 先向马英九展示智能手机 挑上屏幕的新闻大头条 就是台司法机构负责人赖英赵向马英九口头请辞 司法官集体收贿 舆论排山倒海 点名该有人下台 台高院院长黄水通辞呈 还放在赖英赵桌上没处理 赖英赵16日先跟马英九表示辞意 赖英赵表示要由他本人负起政治责任 没理由让黄水通一个人下台 赖英赵的辞呈 司法官罕见的再发声明稿 希望马英九速速准辞 台湾司法队伍爆出了收贿丑闻 为了展现速贪决心 台行政机构最快可能在下周 就要宣布设立廉政部门 成为台湾第一个结合速贪 防贪以及反贪的专责机构 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在1974年 尝试港剧里万年不败的热门题材 台当局要打击贪腐动作加大 参考香港与新加坡成立廉政部门 最快一周念有谱 警惕丑闻法官收贿 军中买官卖官案 让马英九直呼痛心疾首 不惜家丑外扬都要办 马英九的态度逼得各单位加快脚步 台法务部门端上的草案 廉政部门隶属台法务部门 成员有正锋人员跟调查人员 正锋人员派驻各机关不具有调查权 但调查人员相当于司法检察 在台当局内部当纠察队 可以接受检察官办案 打击贪污立即举报 香港正锋有ICAC 担心会跟调查局的职权重叠 马英九本来态度相对保守 但司法队伍联报弊案 清联度蒙臣 马英九痛心之外 也加快动作宣示猝贪 不是玩假的 台湾司法官集体收贿案 持续发酵 延待不少涉谈法官 过去判过的官司也掀起了波澜 台北一名投资人李先生指控 15年前的士林营作商场违建案 地产商就坑杀了100多名的投资人 让大家惨赔数十亿新台币 当时投资人告地产商假期 但是案件却在二审无罪定验 而当时的受审法官 就是卷入贪污丑闻的法官陈荣和 现在李先生怀疑案件内情不单纯 决定申请再审 这个 所以 陈荣和 李先生指的十多年前判决书上 二审收命法官陈荣和 看他如今卷入何之辉 行贿法官宜云 简直气急败坏 法官就是失案 盈利罪证 就是官商勾结 15年前李先生买了一间 紧邻市林夜市旁 当时号称市林银座 其中一间金店面 想到投资可以大赚一笔 交屋后却和200多名投资人 发现整栋商场多半是违建 不但商场后来被封管八年 还遭到市政府开罚拆除 造成投资人惨赔数十亿元 李先生告建商诈期 得到这样的结果 你成荣和到最后是 以商品标示不实 然后以防害农工商罪来定罪 而且只判刑五个月 一颗罚金几万元 了事 你根本反映他 是不是跟合智慧案子一样 对 都是一定有 一定有 有趣的疏通 李先生告建商诈期 最后无罪定验 当年大打广告 宏敬一时的市令 营作商场限职 变成旅馆 适隔15年 爆发涉贪法官事件 李先生说 司法官只要确认有罪 他要具体力争 申请再审 我们再来关注 台湾年底五都选举 蓝绿参选人的相关消息 国民党大台中市长参选人 胡志强和民进党参选人 苏嘉全 日前在一场喜宴场合碰面 而这也是两个人 参选后的首度同台 现场胡志强与苏嘉全 谈笑风声 在祝福新人之余 也不乏言语交锋 让宴会现场嘉宾 像是看了一场极致脱口秀 婚言场合胡志强受邀致辞 但上了台 他突然要台下对手 苏嘉全一起来 苏嘉全一上台 就搭着胡志强的肩膀 连拍三下 营造热络气氛 接下来又拍了第四下 第五下 第六下 胡志强说话了 我不能跟我的对手 在台上站太久了 现在SN7连线 人家以为 人家以为 我们的婚礼了 OK 来 孙虎两人一右一左 还表示形成碰在一起 纯粹巧合 两个人不约而同 说选举结果不论如何 都还是朋友 但言谈中互相挖苦 将会唱歌那一天 如果我能买到四张票 对不起 我要请苏嘉全跟他太太 和我跟我太太四个人去看 四张票我来买 因为你还买 人家会说你用特权 台上苏胡两人 言辞交锋 这时候台下也有人凑热闹 胡志强去选总统啦 市长老子缩得乱走啦 不可以助选啦 发言的这位 是民进党台中市议员 公开为苏嘉全拉台声势 胡志强用一句 不能助选啦 接着哈哈大笑 化解尴尬 苏嘉全 胡志强尽管多次搭街 强调友谊 但成为选战对手 言谈一来一往中 较尽意味十分浓厚 除了新党七年 非常的舒服 也祝大家 非常的舒服 谢谢大家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 苏贞昌17号露面 不过不谈政治 而是替他的妻子 詹秀玲开画展 作为送给妻子 60岁的生日礼物 苏贞昌夫妇 妈妈还有吉祥 苏贞昌双胞胎的弟弟 家族全部总动员 因为苏贞昌夫人 詹秀玲开画展 六年前 詹秀玲开启自己的生命 拿起画笔 苏贞昌实现诺言 帮妻子开画展 当六十大寿礼物 弥补做丈夫的亏险 他有一个90岁的婆婆 一岁跟一个早产的 两个孙女 还有一个小孙女 连养的两只小狗 都还有一只是做轮椅 詹秀玲正大会计毕业 嫁给苏贞昌 辛苦奉献家庭的主妇 意外成了艺术家 她的话里还是佳人 默默支持苏贞昌同政 不像官夫人的詹秀玲 拿起麦克风 手还会发抖 讲话就满头大汗 詹秀玲哽咽 分享一甲子的幸福心情 电火球苏贞昌 这一天不谈政治 刻意让位是配角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 海峡五棒回来 我们继续新闻 传台速集团创办人 王永庆的长子 王文阳 欲投十亿元新台币 未选2012 台湾地区领导人铺路 所以他大概说 有说他想买几个电视台 没有谈到这么细的情节 但是有这个构想 屏东一匪徒持枪拒捕 与警方对峙三小时 中备待 桃园一赏鸟区 呈裸晒天堂 父亲居民五代 详细内容稍后送上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台速集团创办人 王永庆的长子 王文阳近来消息不断 据台湾媒体报道 王文阳已经砸下了 将近六千万新台币 买下了台湾 有线电视一个频道 日前王文阳还专门宴请了 八位民进党籍民代 说是要针对ECFA来交换业件 但是实际上谈的 却是王文阳的媒体之路 而这一切台湾媒体揣测 王文阳都是在未选 2012台湾地区领导人铺路 只是透露一点的消息 就是台湾其实应该有一个 真正属于台湾的一个电视台 所以他大概说 有说他想买几个电视台 没有谈到这么细的情节 但是有这个构想 有构想 他有跟你说 大概准备了多少资金 没有没有 现在目前还没有讨论到这个东西 只是在研究而已 还是他未来已经有锁定拿几家电视台 没有 目前还没有 虽然于天说的保守 不过听得出来彼此相谈甚欢 红人集团总裁王文阳 是不是企图在拉拢民代 为未来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铺路 耐人寻味 据了解 王文阳预计总共要砸10亿元新台币 买三家电视台与三家报社 下面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的台湾时事评论员 李建南先生 李建南您好 对于王文阳 我们都知道他是王永庆的长子 一度因为争产风波而成为了焦点人物 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王文阳私底下是个什么性格的人呢 好的 那么王永庆呢 当然我们知道他会引起大家那么注目 第一个他的背景 他是台湾企业经营之神 王永庆的长子 虽然他是王永庆二房所生 但是因为大房没有小孩 所以他是二房的长子 也就是整个王永庆来讲 他的一个长子 那么第二个他本身来讲呢 也很那个坎坷的 就第一个就他的原配呢 因为得了癌症 那么得了癌症呢 后来目前已经往生了 那么在这个时间呢 他在这个台大 这个博士班教书的时候 跟他的学生呢 这个产生恋情 也就同居了 那么被这个家规圣言的王永庆 等于是赶出家门 所以整个王家的企业 等于是三房呢 在掌管 但是他们二房的几个孩子 也很争气 也各自创业 那么 王永庆比较特殊 跟李登辉的关系 他跟李登辉特别投缘 那当然李登辉 因为自己的孩子呢 早年呢 很年轻就过世 那王文阳呢 也曾经有一次得过重病呢 差点这个丢掉性命 所以呢 他在这个跟李登辉呢 两个聊呢 很投缘 但是呢 政治方面解读呢 认为两个人呢 有一个互相依存关系 也有一个利用关系 他借着这个王文阳的动作呢 真正幕后呢 是李登辉的动作 所以呢 王文阳整个任何动作 会给人家不可忽视的 一个政治解读呢 也就在此 那另外 王永庆死后呢 那他竟然是一个 他是王永庆大房的养子 也是整个王永庆呢 真个的长子 所以在这个遗产继承上呢 他有一个大笔的财产 那有大笔财产呢 当然政治上 行风作浪的人多 所以一桌人呢 就围着他呢 要他呢 角逐2012的领导人大位 现在外界屡屡传出 王文阳有意参选2012 而且王文阳和李登辉 也走得很近 那么以您的观察 您觉得王文阳参选2012的可能性 到底大不大 那么大家记得说 王文阳参选可能性大不大 我们要分两个奖 第一 是他参加这个选举的主导 跟他自己亲身参选 这是不一样的 那么他亲身参选 可能性不大 但是如果台湾那个时候呢 马云九声望很低 然后呢 民进党大家又不放心 在这个时候呢 台湾有第三势力呢 串起的空间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那么王文阳 你就不能够小看 当然我刚刚讲过 王文阳是李登辉的下棋的一个棋子 那么 那么呢 这个李登辉又是王文阳的一面棋子 他举着李登辉的棋子 号召第三势力的话 如果在国民党跟民进党 都不被看好的情况之下 那么呢天下三分呢 大家去看最后属谁呢 这个力量呢 就不可以这个等同四肢了 所以呢 王文阳现在呢 他买这个媒体呢 六千万只是一个网络 这个媒体至少要花三十亿以上了 那么所以呢 他也有这个财力 那么他现在呢 可能呢 也是为自己 这个累积一个实力 但是也可能呢 为这个第三势力推出一组人 当然第三势力 如果推主义的人成功 那么王文阳的政治地位呢 这个时候有的话呢 那么可能呢 在2016 2020 那么这个时候呢 王文阳就可以亲身参选了 好的 谢谢李建南先生的点评 我们再来看屏东市区 日前发生的一个警匪对峙的紧张场面 一名嫌犯躲藏在汽车旅馆中 发现警方查击后拒捕 期间不仅扬言要开枪自残 还威胁握有报价物 要和警方同归于尽 双方在对峙了三个小时之后 警方趁着嫌犯枪支卡弹的时机 冲上前攻坚 才最终结束了这场混战 一发现嫌犯手枪卡弹 整整守扣超过三个小时的远警 毫不犹豫冲上前把嫌犯压制在地 来 麻烦推起来 跟里长是不是要什么纠纷 27岁的蔡县嫌犯身形秀小 和警方整整僵持三个小时 被带上警车时摇摇晃晃 是体力耗尽吗 警方怀疑对峙过程 他还吸毒提神 情绪激动 更一度威胁自材甚至引爆炸弹 顽强抵抗的匪徒投诉旅馆才两天 而房间里除了改造枪之外 还有放着能够做成爆裂物的材料 俨然就像个小军火库 子弹旁边放着几张写下 要大家保重和先走了的白纸 警方怀疑嫌犯有亲身念头打算搏命 警方调查嫌犯因为150万元债务纠纷 6月份持枪扫射离展办公室后就展开逃亡 这一次的对峙 警方透过亲友喊话 最后趁着枪支卡弹控档攻击 才结束这场街头紧张的冲突 桃源县大圆乡有一处知名的生态赏鸟区 不过因为周围视野辽阔风景好 阳光也很充沛 意外的就成为了不少裸晒族脱光晒太阳的地方 让附近的居民很是无奈 遇到媒体前来 裸晒族港盲穿上短裤 把玉金收起来 神情似乎有些受到惊吓 说自己是金朋友介绍才来的 这个顶楼地点是废弃的军营 位于桃源北海岸的内海湿地园区内 因为视野辽阔风景好 阳光充沛 意外成了裸晒族脱光晒太阳的地方 不仅如此 裸晒族还自己用砖块堆砌了灭矮墙 好在这个废弃的军营地点享受自在的时光 明明是生态赏鸟的教学场所 现在却常有人赤裸身体 大辣辣的不怕人看 甚至还全身脱光 让附近居民觉得不舒服 毕竟许错港海岸县是重要的内海湿地 也是后鸟七夕的据点 现在赏鸟地点全然变调 成了裸晒族的天堂 也让来到这里的民众担心 趁暑假带小朋友来这里做生态之旅的话 会不会看到不该看的景象 乱憋气也有可能出人命 您相信吗 台中一名七岁的女童 日前坐在汽车后座吹气球 突然头痛又呕吐 从以后才发现脑势严重出血 最后不幸死亡 医生表示 女童是先天性脑血管畸形 在憋气的瞬间 脑压和血压同时升高 才会造成脑血管爆开 导致死亡 医院急诊室 妈妈抱着女儿走进来 一脸慌张 因为她怀里的七岁女儿 全身贪软昏迷 脸部发黑 叫也叫不醒 护士紧急把女童放上担架 推进急诊 妈妈心急的不断摸着额头 不知所措 她说女儿只是吹气球 就变成这样 女童送到医院昏迷指数低到只有三 抢救两个小时宣告不治 女童的X光照片上白色部分全是血块 医师表示乱憋气本来就有危险 一名女学生日前高高兴兴过18岁生日吹蜡烛 结果一吹完忽然抱头大叫喘不过气 紧急松一开刀才保住性命 憋气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血压会高 那再加上我们这个兴奋 动脉直接跑到静脉去 那所以她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医师表示这两起个案都是动静脉畸型患者 平常没有症状 但憋气过度 使得静脉和动脉之间少了微血管缓冲 脑血管附和不了就会爆裂 看似简单的憋气动作 其实充满危机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海峡舞报回来 我们继续新闻 电影猛侠DVD台湾上市 原版人马在同台宣传 冲夏季买气台北两卖厂展开促销大比拼 详细内容稍后送上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台湾电影《蒙嘎》 蒙甲爆红 捧红了年轻艺人赵又廷和软惊天 17号两个人又再度回到了 电影的拍摄地点 为刚刚上市的电影DVD做宣传 影迷们看到了蒙甲 原版人马再度同台 兴奋的不停的尖叫 好熟悉的台词 原版人马软惊天 赵又廷重返播疲聊 用实际动作打击盗版 替刚推出上市的DVD护航 小千团变成天爷 原来先前喜悦天王周星驰有意 和小千合作 双方交谈圣欢 逗导这一块 抬上台下全 笑成一团 只不过花风一转 去年赵婷和仔仔角逐 金钟影迪 赵婷夺影迪 两人互动为妙 今年起码奖 赵婷的Manga和仔仔主演的爱你 一万年都报名要同样角逐 如果碰头 尴尬场面 会不会重演 没错 一定有 一些话可能太早 但我觉得我们也不会失望 因为到时候一定会是 开心的一个晚上 A气氛好像不太对劲 一旁逗到赶紧再把话题转回来 先请两名超人气明星 和歌迷近距离接触 看看现场大排长龙的戏名 手机相机全出炉 Manga魅力真的还在 持续发烧 炎炎夏日 气温一天比一天高 不少卖场为了吸引民众上门 就纷纷祭出了促销招数 台北有卖场就举办 搬饮料吃冰大赛 让冠军能够用一百元新台币 把价值万元的冷气带回家 不过竞争对手也是不甘示弱 找来了五十名辣妹 砸下超过百万半促销 拼买气 加油啊加油啊 一块钱的这个饮料呢 从头往前冲 目标就是前面这一箱箱饮料 只要搬最多 就有机会用一百元 把冷气带回家 一次搬一箱就看你能搬多少家 阿伯赤脚顾不得边跑边掉 这名兰衣男子更是拼了 但饮料搬得够快还不够 吃冰也不能输 鸟兄大家把握机会了 加油 冰棒一口接一口 小姐吃的眉头都皱了起来 来一男子连咬都不咬就吞下肚 终于把万元冷气 用一百元带回家 累超累 冰又很冰又很凉 吃到最后快不行 对啊 真的很高兴 辣重本送冷气 就连这冰桶里的啤酒也破盘卖 三十秒能捞多少 通通一元带回家 当活动拼买气竞争激烈 另一家卖场也撩下 一次找来五十名辣妹 租下四百平停车场 砸下超过一百万元 还有免费试饮 上百种饮料六二折起 就是要冲夏天买气 不止比优惠 更要拼噱头 吸引消费者目光 许多学生族最喜欢的钢弹博览会 日前在台北登场 所谓钢弹就是我们所说的高达 是日本机器人题材卡通作品当中 最著名的一个系列 今年主办单位特地定制了一尊 等身比例的独角兽钢弹 高约两米 噱头十足 业者预计 今年业绩 有望达到四百万元新台币 八九点来吧 你看到这东西很兴奋 对啊 是什么让这群年轻人这么疯狂 这尊全球唯一定做的 等身比例独角兽高达 木头打造 纯手工雕刻 造价三十六万新台币 最吸引人目光 民众抢拍照的还有这一尊 机动战士高达准备变身 眼睛发光忽明忽暗 就跟电影里的高达一模一样 这一尊卖你十一万新台币 但是要学生族群掏钱买 可是考虑再三 因此这次高达展卖的最夯的 其实是价格比较亲民的 次色成型机模型 只要几张百元超 第一天就卖掉一百多个 去年我们只达到差不多两百八十左右 那我们今年希望有个倍数成长 收藏家和学生族群 荷包深度毕竟不一样 但高达迷年年热捧 人气依旧很旺 好的今天中午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从本周开始 东南卫视海峡星光激情夏日 2010暑期编播季 就正式拉开了序幕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锁定